3月31日,网报张继科欠下巨额赌债,还不上钱之后将景田的视频发给了债主,债主欲勒索景田,反被景田举报仪式持续发酵,引起网友们的热议。 事发的第一时间,张继科就发布了声明,但不仅没有消除风波,还引来了知情人士的爆料,可以说是火越烧越旺。 据悉,一开始网报,张继科还不上赌债,泄露了景田的私密照,是来自某巴的一位网友。 此网友爆料之后,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,连带着张继科之前因为赌博输钱,找不到人上报纸,一是被翻出来,白纸黑字写着,坐实了张继科曾赌博。 不过鉴于张继科作为运动员,屡次为国争光,大家就没有抓住这一点小事情不放。 但是随着这一次风波,张继科赌博一事,再被重提。 3月30日,张继科发布了声明称,张继科没有任何债务纠纷,更不存在损害他人隐私以求自保的情况,爆料纯属谣言。 张继科否认了景田私密信息被泄露,但是文中只字不提赌博一事,只说是没有债务纠纷,可以说是很会偷换概念了。 张继科的声明不仅没有平息事态,反而引来了更多人的爆料。 3月31日凌晨,一位自媒体人在网上发文称,从几年前看到,并掌握的部分司法材料看,张继科将警女士的私人视频传给他人,此情况属实。 该知情人士爆料之后,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,看张继科的声明,就觉得礼不直气不壮,还说知情人的消息印证了自己的猜想。 同时也有网友表示别整天空口声唐,喊话爆料者把司法材料拿出来看看。 到了上午11点的时候,还有一位知情人士带上了张继科工作室,回应赌博欠债等传闻的话题,并且直言,呵呵,等后续。 至此,不止一位知情人站出来,证实景田的视频的确被泄露了,张继科的声明站不住脚。 与此同时,张继科和景田分手原因在被扒。 据知情人士称,张继科和景田,当初分手就是发现南方赌博,赌影特别大,债主找上门,女方替南方,还了一百多万,后面两人就直接分手了。 知情人还表示景田人很好,遇到了渣男。 张继科和景田当初官宣恋爱的时候,半个娱乐圈都来祝福了,可以说是普天同庆, 两人甜蜜撒糖,堪称模范情侣。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,恋情戛然而止,分手原因不明,导致网友对此很是唏嘘,毕竟多么般配的两人怎么会走到了这一步? 值得一提的是,张继科和景田恋爱的时候,两人私下已经见了家长,融入到对方的生活中,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没想到会突然分手。 对于分手原因,众说纷纭。 张继科赌博欠债,就是在当时传出来的,两位当事人对此只字不提,各自安好。 随着张继科再次陷入赌博风波中,张继科之前屡次赌博的事迹也被扒。 比如,07年的时候,就有报纸提到了年轻球员张继科赌博一事,张继科当时因为输了钱不开心,离开球队,队友找不到人,这件事才被众人知晓。 除了赌博这一黑历史之外,张继科曾创立了某茶饮品牌,吸引了很多普通人加盟,但是最后连累众人赔得倾家荡产。 有网友爆料,张继科作为体坛风云人物,虽然曾征得了不少荣誉,但其私下人品令人堪忧,曾经沾染上赌博的恶习,结果赔钱赔的金光,因为无法支付巨额赌债,张继科便将自己与前任恋人景田的私密照作为筹码,想借此来抵债脱身。 这则看上去有鼻子有眼的传闻,在外界掀起轩然大波,而张继科这边也很快做出回应,直接甩出了白纸黑字的诉讼声明。 只是爆料者李维敖并未因此善罢甘休,而是继续出言声讨张继科,此人连发三条动态。 爆料当时与张继科有债务纠纷的债主,在遭到景田起诉之后,已经伏法坐牢,而张继科也被债主起诉,只是张继科本身的债务是500万,最终只还给债主100万,剩下的钱打了欠条。 有人对这位爆料者的身份进行考证,发现这位叫做李维敖的爆料者,是竟然是专业记者出身,是经济观察报的在职记者,此前曾获得不少国际大奖,从事新闻行业已经长达20年,可以看出爆料者的口气十分强硬,并表示自己已经掌握了此事的相关司法材料。 除了李维敖之外,还有一位博主也浮出水面,这位名叫没有钻石的李老五的博主,发布动态同样力挺李维敖,声称自己早就知道张继科与景田的事,而且李维敖所说的均属实。 翻看这位博主的社交动态,可以得知早在2021年,他便多次发文怒斥张继科,声称他是赌成性还骗财骗色。 此外,这位博主还透露了更多细节,声称张继科曾骗景田在青岛买别墅做婚房,这笔钱到手后就被他用来偿还赌债,骗了景田几千万。 这位博主也表示张继科,曾将自己与景田的恋爱私密都告知债主,最后债主因为以此敲诈勒索,向景田要钱而被起诉,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 除此之外,还有前新浪娱乐的,两位从业人士卢雪婷与卢旭宁,分别转发了李威敖的动态,表示力挺,使得这件事引发的舆论继续发酵。 更加让大家加重猜疑的是,有网友扒出景田早年上综艺节目时的片段,当时的景田曾透露,自己在2019年因为私人的事情曾经遭遇了重大的人生变故,以至于自己几天几夜都不敢出门, 因为久未公开露面,一度有传闻说景田已经与某富商秘密结婚。 从时间线上看,景田所提及的这段遭遇,与他与张继科的分手节点几乎吻合。 而当年张继科与景田被报分手之际,双方一直也没有明确透露两人的分手原因。 在去年也有网友爆料,说两人分手的影情其实是张继科有赌债,以买婚房为由向景田借钱,如今回过头看,一切都有既可寻。 事情演化到当下这种地步,张继科无疑已经被各路舆论架在火上烤,景田也因为此事被牵扯进来。 从目前来看,张继科方的辟谣声明可信度逐步降低,且不知景田是否会出面回应此事,给予大家一个真相。